工作很多 那你要不要 就是不要來參加學位 新的工作是 那你要不要換掉你就不要來 你就站這個位置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表現 你就真的不需要來 不要再來 佳鴻傑贏了 工作多鼓要來站位 自愁全明星第一季最渺茫 我們今天看起來 非常的開心 一定要先開心一下 畢竟可以在三隊中 先進入總決賽 這是滿不容易的事情 第四季全明星運動會 14號錄製總冠軍賽 搶先拿下總冠軍門票的紅隊 究竟能不能上演戲 小潔復仇雷 居下中場比賽 辦在台大體育館 透過藝人社群動態推測 中場對決是藍隊PK紅隊 來看看薛正傑的是誰來啦 小妹對上冠軍戒指加持 夏和熙寫下藍隊總冠軍 王子呢傳上黃隊隊服力挺波哥 紅隊還特地做了小潔 你就爛耿圖應援 我覺得這一季我比較像是 抓住他們的心意其中 所以我比較了解 就是每一個人的個性什麼 然後對他們用什麼方式來去 讓他們可以變得更好一些 我不會就是可能拐彎 我像前幾季不太會表達 或是拐彎抹角 每個人就每個人想法 然後每個人心情不一樣 我還照顧大家的心情 我覺得我沒有我這一季就是領隊 我這一季就是要做好領隊的位置 我不管你們私底下有多少工作 我以前的想法可能會是覺得 大家都是藝人 那該去工作該去賺錢 然後有空來錄全民心 也不會對他那麼嚴格 但是我這一季是 我就是領隊 我就是確保我們對上 就是要很訓練 要有成績 所以我很直接跟他們說 工作很多嗎 那你要不要 就是不要來參加訓練 因為工作是 那你要不要換掉你就不要來 你就站這個位置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表現 你就真的不需要來 不要再來 就是誰 誰喔 就是請假 你 蠻多的 要講嗎 算了啦 那如果同學過後拿家庭上去 應該大家庭會覺得說 小潮是你罷工嗎 因為小潮加入了這個部分 大家很努力的這個精神 沒有因為小潮加入 而被就是淡化掉 我覺得對其他的選手很不公平 再往前推幾週 其實小潮還沒進來我們整體的 整個的速度跟我們的比賽的優勢 就已經在很穩定的輸出了 從很下面然後慢慢的已經整合到 然後已經在衝刺階段 甚至要往高峰走了 當然小潮是很大的戰力沒錯 我覺得他這一次主要來的目的是 輔助整個紅隊 盡量都不會讓小潮就是 上場率是高分 我覺得盡量讓我們原本對隊員 實在最表現 我覺得小潮很重要 但不是我們現在最主要最主要就是 就是可以拿到冠軍的這個原因 對因為如果可以拿到冠軍 我們第二季應該就拿到冠軍了 一個人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是沒有辦法完全就是可以 影響整個團隊的層級 有沒有隨時之下 找點樣的決定 你需要的事 有什麼好處 加深啊 晨晴這種其實我就 有私底下 打電話 打電話 聊了一下 表現好吃一定是很大的重點 但是要怎麼去配合團隊 來一起去成長 我覺得這是運動會裡面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是真的不是你一個人 特別突出你就可以 拿下總冠軍 或是怎樣 我覺得這是不表演 但晨晴現在真的 收斂非常非常多 我比較常盯的應該是 胡夏胡陽 因為胡陽是紅隊的狀態 所以我對他的期待 也會是滿高的 但其實他到現在 他一次MVP都還沒有拿到 我覺得我一定他應該就是 精神上面的 就是需要更多一些 跟團隊配合 跟團隊之類的事情 他有那麼好的運動能力 然後又有那麼好的表現 但因為他的情緒上面 跟他的 在場上不是這麼 很衝動的那種表現 影響到他之後的表現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的 對我來說很可惜啦 當然他是我的主要上場的選擇 但如果他在一些 可能情緒上 或是不在那狀態的時候 我是很快就可以把他換掉 富士多比球 其實他是我的先發的名單 但因為他在場上其實 有點時空不上攻 甚至還自殺時攻擊 趕快快到那狀態 趕快要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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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為在場上其實 我們是優勢的狀態 但是他用了一個 最不好的方式 來解決這一球 下一輪我就把他換下來 然後到最後一場 一直都沒有讓他上場 那前期可能是 表現你很煩擾 陳馨運動能力表現 我真的完全不感情 我覺得他跟濡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濡洋是比較積極態度型的 那晨欣是比較 然後他才會表現 如果你比較偏是 你這樣做不對 那樣做不好 他可能就會悶在心裡 他會表現不出來 我覺得兩個人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像晨欣 我還蠻就是 就是在提醒他的時候 譬如說他臉 甚至輕輕打他的臉這樣 對 讓他就是記住 就是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阿嘎 老梅這一種就是 他們兩個就是很投入 在賽場當中 其實老梅 雖然在我們團隊中 不是像前面段班 這麼的出色 就是這麼會讓大家看見 但是 我們隊裡還是需要有 老梅這種穩定輸出的 這一層的表現 他一直在 push整個團隊 那阿嘎 阿嘎就真的太感動了 我知道他訓練的時候 其實最早到飛馬場 我們都超過五六點 超級早的 然後他永遠是第一個 然後先練習 因為他是隊長 然後又要照顧整個團隊 然後又要安排課表 可能沒有上場表現 或是表現不好 還要被網友 就是一直說他都沒有上場 我也很 很直接跟他說 阿嘎 你的能力真的沒有很好 不管速度 不管命運 不管什麼跳啊跑 你都沒有人家好 但是靜態的 你必須要把他練好 如果你靜態都沒有練好 你真的上不了場 我很直接就跟他這樣講 所以他就一直很認真地練這個飛馬 他也很爭氣 就是三發三中 他就讓我非常感動 他就回來練習 對啊 MVP應該給他的 真的 他女生不會倒數嗎 其實小豹 整體的能力不錯 他其實是偏比較容易教育型 記得有一次我們跨欄的比賽 所以說你真的不要緊張 你知道在跑步這項 就是運動裡面 女生八個人 比是在倒數後面三個人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緊張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對你其實 不是有期待的 我可能說這樣比較直接 不會有人關注你在跨欄上面的成績 到底有多好 沒想到他那一次就跑出女生 我記得是第一名的成績吧 比非算是一個肢體 就是協調上面有一點 手眼的不肥 有一點 眼中一點就有點障礙的人 他可以指現 但他沒有辦法左右或是前後 他那個距離感是沒有的 所以開始練宇菲的時候 其實還蠻 還蠻辛苦的 我覺得宇菲很讓人感動的地方 是他沒有放棄他自己 他很努力 很花很多時間 在做訓練 老大 什麼時間我可以再練桌球嗎 我還想再去加強 然後我就心想說 我不是在台北 我覺得他是會讓人家害怕的選手 包括 我有時候會跟他說 好 你可以休息不要再練 好 我覺得難帶是我自己的問題 說真的因為 完全超沒經驗 就不知道怎麼帶整個團隊 所以你一直處於在一個非常 喵嗎 就是非常 喵嗎 我確定我還可以嗎 一直會在懷疑自己 那哪個職位 第一期 第一期 我好像就只是出現在鏡頭前面 有這麼慘 幾乎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話 對 就每季一季都覺得自己壓力很大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我擅長的 對手又是像前傑這種 帶隊 哇十幾年二十幾年這種經驗 其實 我遇到鏡頭 要講我自己故事 我都會有困難的人 然後我要去帶十個人 然後還要去鼓勵 而且完全臨近 這對我來說真的太困難了 現在越來越知道怎麼去做 越來越成熟了吧 所以接下來第五期的運分 有第五期嗎 如果有的話 當然還是會期待啦 第四季的關鍵 再先拿下再掃 那掃機會覺得 今天是在 好可惜的帶 一身旗 一身旗 太開心了 對 現在手把自己的帶點 你現在手把自己的帶點 手把自己上軌道了 上軌道了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到賺錢 但是一直是 比預計的成長速度 再快一些些 那是可以 八年中 呃 目前還要吃飯 年中 看看 哈哈哈哈 對於自己今天的 演藝成績的部分 是滿意的 還是哪些有看的地方 我覺得滿滿意的地方 就是我可能就開了主觀 然後把我最喜歡的 做成的分享給大家 就希望我可以明年 可以再 就增進自己一些 就心的技能 例如我覺得如果 有機會的話 戲劇有可以試看看 就至少 先去學習這件事情 或者唱歌 或是主持的方向 我都想 就是看有沒有 更多可能的 一些方法 就讓我可以重視一些 其他的遺憾 就讓他學習 不會積極去處理 不管結果怎麼樣 就是 照著這樣發展 但是絕對不會 不會放棄 是積極的 其實日本的話 就帶上我好不好 然後它就在這裡 看起來 不會 最前提的 有什麼 是 有什麼 是